哈喽大家好,我是陈轩,今天我们接着讲仙童的故事 在上一期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仙童这个被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比喻为蒲公英的公司 在1957年9月份成立,叛逆八人帮迅速确定了公司的发展方向 成功拿到了IBM军用系统部门的订单 做出了业界当时唯一的双扩散型晶体馆 那一名惊人的仙童在1958年8月10号发出第一份广告之后 不到三周就收到了1000个用户的咨询 仅在1958年8月份和9月份两个月就卖出了价值6.5万的晶体馆 整个1958年秋季,仙童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44万 而1959年的前8个月,仙童的销售额达到了280万 那另一方面呢,在1958年6月份的时候 仙童的总经理Baldwin十分看好仙童半导体的前景 就说服了仙童相机的高管和董事会 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公司扩张 从1958年8月到1959年3月份 仙童的员工人数从70人飞速地增长到超过220人 大部分的新员工都是生产部门招聘来的技术人员 或者是操作人员 1958年11月,Baldwin开始在湾区的山景城附近建设新的工厂 这个工厂一共花了100万美元 Baldwin说服仙童相机追加的投资一部分 就是用来建设这个新的工厂 这里说个题外话 仙童在1958年开始研发它的第一款晶体管的同时 还成立了一个应用工程师 Application Engineer团队 这个团队呢,主要负责撰写一些文档啊 描述公司所生产的晶体管的参数特性 同时提供一些比如说在数字电路的什么地方 可以用这个晶体管啊等等这种资讯 基本上呢就是教客户的工程师 如何在他们的电路设计中使用仙童的晶体管 虽然这个岗位在大部分的半导体公司都有 但是仙童当时对于这部分十分的重视 撰写应用文档呢 也就成为了仙童和仙童的后裔公司们的一种传统 言归正传 从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初这段时间 随着产量的增长 仙童的第一款NPN型晶体管出现了问题 IBM发现这些晶体管用一段时间之后呢 开关切换的速度就会变得越来越慢 而对于一些对晶体管的开关切换速度要求 比较高的应用场景 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这是因为仙童呢改变了硅晶片背面电镀的过程 这种技术呢虽然一方面提升了电穴方面的性能 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开关切换速度变慢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呢也是客户发现的 他们发现仙童的晶体管出现了稳定性的问题 一个是很有一定比例的晶体管会突然间坏掉 其他没有坏掉的晶体管呢 也会出现性能逐步下降的问题 那我们之前讲过仙童拿到IBM第一笔订单的时候 IBM就特别提到了稳定性的问题 仙童后来的另外一个客户 当时的北美航空旗下 现在是波音旗下的叫Autonetics 这是一家生产航空电子系统的公司 它对于稳定性的要求也非常高 在1950年代中期的时候 当时航空设备的平均寿命大约是70个小时 而当时Autonetics的目标呢是把民兵导弹的导航控制系统的寿命延长到7000个小时 那对于这个稳定性的问题呢 仙童就重新检查了整个的生产过程 而且重新设计了产品的测试流程 也确实发现了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就是晶体管的封装里面呢 有一些金属的粉尘 一些震动呢 就会让粉尘被吸附到晶体管的功能部分造成短路 仙童就把整个生产过程中 可能造成这种粉尘的情况都检查了一遍 也想了办法去避免这个情况 然而晶体管的稳定性问题还是存在 1958年底到1959年期间 金霍尼发明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 也是晶体管领域两个非常重要的发明 一个呢是使用金这种金属来做掺杂 另外一个就是平面工艺 那用金这种金属做掺杂呢 是霍尼用来解决那个开关切换速度变慢的问题的 这个想法非常的大胆 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时的半导体领域有一个共识 就是在制造晶体管的过程中呢 千万不要掺进去任何基因这种金属 基因呢被认为是晶体管界的死神 因为有了它呢 基本上晶体管的各项指标就毁掉了 那霍尼提出来呢 它可以把基因用在晶体管的叫做 极电极的部分来提升它的开关切换速度 而充分的避免它出现在其他的部分 来避免影响晶体管的其他性能 那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不简单 不然业界也不会把基因看成是死神了 那霍尼呢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工艺 调整了时间温度各种尝试 最终终于找到了可以达到它的目标的设定 先同的工程师将这个新技术应用到产线之后 生产出来的晶体管的速度比德州仪器最快的 硅晶体管还快 而且呢达到了褶晶体管的速度 在这之前呢 褶晶体管相对于硅晶体管的最大优势就是它速度快 而硅晶体管呢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优势 比如说硅的材料便宜啊 开采更加简单方便啊 高温气啊 稳定性更高啊等等 那霍尼的这个新发明呢 使得原来因为速度只能用折晶体管的 比如说一些高速数字电路啊 现在就可以换成硅晶体管了 平面工艺呢是霍尼用来解决那个稳定性问题的 其实早在1957年12月的时候 霍尼就提出了平面工艺 当时他是在研究PMP型晶体管的时候 提出了这个想法 并且还记录在了笔记上 我们讲过在1957年11月初 线同刚刚成立没有几个月的时候 巴人班讨论说可以去生产的晶体管的时候呢 列出的晶体管就包括NPN型晶体管和PMP型晶体管 其中NPN是由葛德摩尔负责 PMP呢就是金霍尼负责 不过先同的第一个PMP型晶体管 并没有使用平面工艺 据推测呢是因为平面工艺需要额外的制造步骤 而那个时候呢大家觉得这种工艺的成功率比较低 在1959年1月霍尼请公司的秘书 打出来一份叫做专利揭露Python Disclosure 其实呢就是把它在1957年12月的日记打了一份 那这里我们稍微讲一下美国的专利制度 在美国申请专利的话呢 如果有两个人申请同样的技术的专利 不是看谁的专利申请的早 而是看谁能证明自己发明的更早 这个Python Disclosure呢就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作用 所以研究人员有时候呢 就会先做一份正式的Python Disclosure交给律师部门 当然之后公司也可能会决定不去申请这个专利了 霍尼在他提出平面工艺的想法的一年多之后 做了这件事情呢 说明他觉得这个平面工艺有申请专利的价值 外界的猜测呢是一方面可能是因为 他在之前做了一些平面工艺相关的实验 发现实验结果不错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工艺可以解决 先同晶体管的稳定性的问题 在那个时代呢晶体管是台面晶体管 它的横截面呢就像是大峡谷那种一层一层的岩石 这种结构的缺点呢就是中间的NPN或者是PNP层的交界处是暴露在空气中的 有点灰尘或者湿气呢就会污染影响晶体管的性能 而平面工艺做出来的晶体管呢保留了硅的氧化层来保护这些交界处 台面晶体管的做法呢是会把那一层氧化层给去掉 1959年3月初霍尼和他的团队成功的做出了第一个平面晶体管 在3月12号他向八人帮的其他人展示了这款晶体管 先同决定大力开发平面晶体管 大约一年后先同的第一款平面晶体管正式推出再次轰动了业界 然而先同的脚步并没有停留 而是在走向下一个里程碑 是什么让先同决定要大力开发平面晶体管呢 那下一个里程碑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们在下集接着讲先同的故事 我是陈轩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咱们下期再见咯